眼镜王蛇以同类为食 连配偶都不放过 它们为何如此凶残 在自然界中 蛇类算是最有名的冷血动物 它们的靠近通常都会让人们感觉到十分危险 不过蛇的种类有很多 它们的脾气性格也大不相同 一般情况下 蛇类都会以老鼠鸟类等小型哺乳动物为食 但是让人感到震惊的是 有一种蛇竟然会吞噬同类 甚至连自己的配偶都不放过 既然如此 那么这种蛇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呢 一提起凶猛的毒蛇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都是眼镜蛇等比较有名的品种 而我们今天所讲的主角 与眼镜蛇的名字十分相似 人们将其称为眼镜王蛇 这是一种十分凶猛的毒蛇 作为独具的冷血动物 眼镜王蛇大多情况下都喜欢一个人生活 并且它们对于自己的领地有着很强的占有欲 绝不允许有其他生物进入自己的地盘 一旦它们发现了其他蛇类的身影 如果对方的体型比自己小 那么它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发起攻击 并且在获胜后将其尸体吃下 虽然眼镜王蛇大部分时间都是独立生存的 但是它们为了能够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 进入发情期后也不得不主动出击寻找配偶 然而与其他物种不同的是 眼镜王蛇求偶的方式十分暴力 并且不会考虑到雌性的感受 进入发情期后的雌性身上会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 能够吸引到异性前来交配 但是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同时吸引到很多雄性 为了争夺交配权 它们之间免不了要进行异常打斗 获胜的一方就能够获得交配权 并且雌性面对雄性的交配请求 几乎没有拒绝的权利 一旦它们表现出抗拒的姿态 或是在这之前已经成功受孕 那么雄性眼镜王蛇便会恼羞成怒 直接将其吃掉 眼镜王蛇冷血无情 那么当它们的幼崽出生后 是否也会惨遭毒手呢 眼镜王蛇面对同类时如此残忍 甚至连已经怀孕的雌性都不会放过 那么它们在面对自己的后代时 又会是怎样的态度吗 一般情况下 交配完后的雄性并不会继续与配偶生活在一起 发情期结束后 它们便会回归正常的生活状态 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 雄性眼镜王蛇都是不会参与后代的养育的 而雌性的整个孕期 都是它们独自面对的 虽然眼镜王蛇在我们看来十分凶猛残忍 但是雌性对于自己的幼崽可以说是清净了所有的心血 为了能够让幼崽有一个适宜的孵化环境 眼镜王蛇会寻找一个合适的环境 并且想尽办法创造出一个合适的环境 并且在整个孵化的过程中 它们都不会离开自己所产下的胆 甚至为了能够让幼崽安全地被孵化出来 它们甚至会放弃进食 不过这并不代表雌性眼镜王蛇就能够与同类和谐相处 在幼崽被孵化出来后 雌性眼镜王蛇也会慢慢离开自己的孩子 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是因为吞食同类算是眼镜王蛇的天性 它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这种行为 如果继续和自己的后代生活在一起 那么刚出生的幼崽必定会被自己全部吃掉 因此为了能够让幼崽安全地生存下去 雌性眼镜王蛇就只能选择离开 眼镜王蛇的战斗力如此强大 为何它们在自然界中的数量却依旧不太可观 要知道眼镜王蛇之所以拥有着如此强悍的能力 是因为它们不仅拥有着免疫其他毒蛇毒素的能力 而且还拥有着一种极其强大的毒素 就连大型哺乳动物都能被轻松杀死 所以在与其他毒蛇战斗的时候 它们占据着很大的优势 按理来说 这样一种强大的生物 想要在自然界中生存下来应该是比较轻松的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眼镜王蛇的数量并不多 甚至还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危机 既然如此 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事实上 刚出生的眼镜王蛇就已经拥有了吞噬同类的天性 并且它们并不会因为对方与自己有血缘关系就停止发动 因此眼镜王蛇幼崽在抵御天敌的同时 还需要时刻提防着自己的兄弟姐妹 所以失去了母亲的庇佑之后 能够顺利长大的眼镜王蛇数量并不多 除此之外 人类的行为也深深地影响着眼镜王蛇的生存环境 由于人们不断地开发土地 所以导致适合眼镜王蛇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少 栖息地的破坏导致它们的交配繁衍也受到了影响 因此自然借中眼镜王蛇的数量才会日渐减少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屈朴文新增稿啦 欢迎讨论区留言 欢迎讨论区留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